我喜欢韩国狗血复仇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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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老爷,大家好呀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韩国狗血复仇剧 《夫妻的世界》第四章的故事 上集说道,善宇来到律所咨询离婚事宜 律师认为需要通过合法手段取得出轨证据 善宇来到了太妈,阿太的妈妈,所在的医院 跟太妈说明自己无法原谅阿太的行为 太妈听到这些后,以此要求善宇不能和阿太离婚 不久,太妈去世了,阿太伤心不已 在葬礼上,善宇看见阿太打了个电话后去了停车场 她看到了阿太和小美在车里拥抱,接吻 一家三口回到了家中 夫妻两人表面的平静之下又各自隐藏着秘密 这个受伤的妻子终于要开始反击了 这集我们讲到,善宇让小贤搬到小美隔壁 以准妈妈的身份和小美制造话题,借机收集证据 善宇这边为了稳住阿太,忍受着她肮脏的身体和她亲热 遗憾的是,等她抽出时间去调查阿太后备箱时 那个存有阿太出轨证据的秘密手机竟然不翼而飞 大雨滂沱,善宇感到了深深的挫败感 这时,她身边出现了撑伞人 正是一直对她有好感的阿正 这两位迟早要摊牌联手整死阿太啊 画面一转,善宇刚刚给贵妇黄太确诊为花柳病 黄太自己洁身自好 这意味着自己的老公在外面乱搞 黄太出门就赏了老公一巴掌 一旁的豪哥,小三的父亲,脸色微变 是豪哥介绍他们俩来的 因为豪哥的老婆也是善宇的病人 总说善宇很会来世 她还以为善宇会帮忙打掩护 善宇看穿了豪哥的想法 认真地说道 我是一个医生,看病救人是天职 善宇这样直接地说自我都被她的勇气折服了 之后善宇的同事书芬远远看到善宇和豪哥在严肃地讨论什么 赶紧给阿太通风报信 爱,书芬果然是墙头草啊 善宇这边开始编织针对狗男女的复仇大王 她假装说漏嘴 透露小没有交往的男人 豪哥担心宝贝女儿被骗 当即准备前去审问 这时,阿太一路超速 终于赶到 毕恭毕敬地向豪哥问好 替他关车门 好家伙,自己的妻子在一旁 竟也可以这样做 接下来 豪哥和老婆大梅火速跑去审问小美 小美不知道两人哪里听说的 死活不肯招供和什么人交往 父女俩大吵一架 豪哥命令小美搬回家主 善宇这边也没有闲着 去接儿子小俊 放学时遇到阿太的小蜜也来接女儿 就烧了他们母女一顿 到地方后 善宇又说起离异女人的不容易 接着突然转换话题 问小蜜之不知道 昨晚她为什么突然去阿太办公室 小蜜神色紧张地装傻 善宇也没追问 留给小蜜一个意味深长的背影 另一边 善宇对迷魂阵正在生效 小贤回家时发现小美 正和阿太激烈争吵 马上给善宇通风报信 不过第二天却出了一点小问题 因为善宇的确诊 让黄生暴露了在外面鬼混的事实 黄生是医院的赞助方 医院顿时少了一笔赞助 院长为此大骂善宇 书芬也调侃善宇不是因为善良才说出真相 是因为黄泰和他一样 因为老公出轨 所以善宇才压不住火 说了实话 夜里 阿太去找小美鬼混 出门前被善宇撞上 阿太赶紧谎称去加班 善宇装出没觉察的样子 阿太一走 马上打电话给小贤 让他帮忙去拍证据 正在酒吧兼职的小贤和同事 打了声招呼 匆匆回家 此刻 小贤的前男友大力正冷冷地注视着他 来到家楼下 小贤把行车记录仪调到拍楼梯的角度 结果刚一下车 却被大力堵住 他似乎对小贤近期的举动有所了解 不仅威胁要复合 还极端地跑去按小美帝门铃 开门的阿太困惑地看着两人 与此同时 善宇一直联系不上小贤 很是不安 给阿太打了一个电话 没听出什么不对 看起来小贤没有暴露 但阿太表示今晚可能要通宵加班 再加上小美重重的关门声 即便善宇明知道老公出鬼了 但这种真实的刺激 还是让他很崩溃 挂掉电话后 善宇出门夜跑解压 没想到遇上阿正 阿正一上来就与不惊人死不休 他摊牌葬礼那天也看到了鬼混的阿太 阿正深情地看着无助的善宇说道 想喝酒聊天或者需要帮忙随时找我吧 看来阿正真是一个痴情人哪 第二天 小贤的前男友大力就找到了医院 这一幕也被书封看在了眼里 善宇赶紧把他叫到办公室谈 大力之字不提小贤去哪了 他已经知道善宇借小贤在查阿太出轨 要善宇重金买下小贤拍到的证据 否则就公布善宇找人查出轨的事 善宇顿时陷入了被动 之后善宇迎来了一个关键性病人阿呆 他在阿太的生日会上捡到了一张储存卡 里面的内容正是阿太和小美出轨的视频 而这个视频还是小俊拍的 善宇这才明白原来儿子已经知道了一切 悲痛欲觉得他即将完成最终的黑化变身 儿子小俊这一神出手 简直让人直呼好家伙 帮了大忙啊 另一边 阿正一直没什么存在感的妻子小林 终于也有了动作 他从小美的身形和呕吐情况 看出对方怀孕了 假意要帮善宇出头 曝光小美 试着暗示小美 善宇可能已经知道他和阿太的关系了 小美顿时大惊失色 接下来本章的高潮即将来临 夜里 阿太预定了位置 带善宇和小俊去吃饭 在餐厅楼下遇到了因为没位置 正要离开的大美小美母女 善宇突然邀请他们一起用餐 随后 豪哥也加入了饭局 真正的修罗厂就此开始 善宇直接问起小美的恋情 豪哥解释道 小美和他坦白了都是误会 受不了这尴尬气氛的小俊起身离开 阿太联盟去送儿子回家 留下善宇面对一家三口 他更活跃了 竟然主动了解老公面对各种诱惑 他表示就算出轨 那也只是相当于排泄式的生理反应 感觉到被侮辱的小美愤怒离席 回家后 小美打电话质问善宇 随便曝光她的恋爱关系 是侵犯病人隐私 善宇淡定的说道 我听说你要把孩子生下来 还以为你们都见了父母呢 小美找茬反被骂 顿时气到内伤 没想到插足人家家庭的小三 竟然会如此有理的责问原因 但善宇也不是好欺负的 三言两语就完胜了 画面一转 小贤敲开了小美地门 她的身上满是伤痕 接着 小贤自曝男友家暴 经济困难 她打算打掉孩子 还流露出了对小美和她那一位的羡慕 无处诉说的小美见对方这么掏心掏肺 也自暴政艰难的交往有父之父 还指责善宇知道一切 还死赖着不离婚 吐槽她年纪大没有魅力 所有滚床单 都是阿泰在硬着头皮交作业 这一切都通过小贤的手机 传到了善宇的手机里 此刻 忍无可忍的善宇决定去见一个人 彻底结束着该死的一切 第二天 善宇打扮的美美的 这气质 不知道秒杀那个吐槽她的妖艳女多少条件 小郡和阿泰都被善宇的烈焰红唇 和气场震慑到了 看来 不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女人永远是充满魅力 并且对自己的目标是十分清醒的 而善宇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今天她的目标就是阿正 阿正约了善宇很多次 终于如愿以偿 而且还是盛装出席的善宇 顿时心里乐开了花 久过三旬 阿正坦言自己喜欢善宇 还教她用同样的方式 报复出轨的阿泰 随即拿出一张房卡 将选择权交给了善宇 她则先行离开 没想到浓眉大眼的阿正也不是什么好人呢 接下来 就是一段善宇霸气征服阿正的不可描述动作戏 惊险的动作戏结束后 善宇终于说出了此行的真正目的 她要负责会计财务相关的阿正 帮她搞到阿泰公司的所有账目 否则就公布今晚的事 这波操作直呼大反转 看来天下是真的没有免费的午餐 让阿正的家庭破裂 阿正彻底傻眼了 此刻 阿正的妻子小林看着偷偷给阿正庄的定位 抱着脸沉默不语 这果然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啊 而小美则出现在阿泰的家门口 她告诉阿泰孩子已经打掉了 现在她要分手 本章完 小林故意暗示小美 善宇已经知道了一切 还偷偷给阿正庄定位 这个神秘兮兮兮的女人 究竟一直在极度防备善宇还是另有隐情 当然 本章最大的看点就是善宇的黑化报仇 她曾找过阿太的小蜜 提起离婚女人的不意 后来中间有一幕 善宇接到神秘信息 怀疑就是小蜜在偷偷爆料 在下一章中 阿太似乎发现善宇的一夜情 小贤前男友大力又屡屡出现搞破坏 这让善宇的计划多次发生转折 在一场餐厅聚会上 小美和善宇又碰面 并发生了争吵 在争吵说出了很多真相 让在场的众人大吃一惊 纷纷议论 但阿太依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你经历善宇的遭遇时 是选择趁早寻求最大的利益赔偿后 远离渣男呢 还是会少拿赔偿甚至受伤 也要让渣男付出代价呢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 请点赞关注吧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